彭湖区渔会与中油公司合作在马公市举导执行广场举办寒冬送暖公益活动 民众只要每人持两张统一发票至活动现场 即可兑换一碗热腾腾料多味美的石斑鱼鲜鱼汤 昨日由彭湖区渔会蔡月娇总干事 木道发票456张给惠民启治中心 蔡月娇总干事表示 渔会与中油公司盛指结合弱势团体 参与办理澎湖在地鱼产品推广即爱心送暖活动 他将所募集到民众所兑换之发票 陈述捐给惠民启治中心 希望借此微薄之力抛砖引玉 唤起社会大众共同关怀长期默默耕耘与付出的弱势团体 渔会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就是苦于所苦 并同时善尽渔会的社会责任 在协助改善渔民生计的同时 又能号召民众响应爱心乐捐 未来渔会将会持续推动下去 也希望民间企业及个人能多多赠买澎湖优质的养殖鱼 并重视对弱势团体的关怀与协助 惠民启治中心表示 澎湖区渔会都不间断从事爱心活动 也代表着来自于社会上的一份爱心 关怀与希望 每个人只要发挥举手之劳 就能帮助弱势者 与会公益活动是项值得骄傲的事 也希望能起抛砖引玉之效 记者 陈荣誉报道